菲律比书一章十节 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 分别是非获益喜爱那美好的事 我觉得这两个翻译都可以 可能都把它放进去 我们能够分别是非 我们也能喜爱美好的事 我们承认我们有分的不好的时候 但是不是不要分 你们要有爱心 但是不要做糊涂人 你们要有爱心 但是你们的爱心 要有好的知识做基础 要有好的知识 你们要能够分别是非 要能够分辨好歹 能分辨好歹 其实就是分别善恶 所以我刚才说 神造的没有不好的 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也是好的 但神不让你吃你就不要吃 神用别的方式让你能够分别善恶 就是顺服上帝 很辛苦 但是就顺服就好了 菲律比书第一章 第十一节 并靠着耶税 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 叫荣耀 称赞归于神 保罗为 菲律比的教会祷告 而且很具体 希望他们的爱心 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 保罗为每个教会的祷告各有不同 连加拉太的教会也是 有责备 有很严厉的责备 但基本上都是希望你们好 你们要怎么好 每个教会有不一样的情形 像哥林多教会 他的祷告 他心里的盼望 就是要他们不要分门结党 在哥林多教会 因为不属灵 但是恩赐很多 所以分门结党就特多 靠着耶稣基督 结满了仁义的果子 靠着我们自己结不出果子的 各位不管我们重生得救多久 不管我们跟基督连得多么好了 其实跟基督连得越多越好 越要记得 我们不过是知识 知识是没有生命的 知识没有生命 但是还可以有的时候 呈现出一些有生命的迹象 我最喜欢举的例子 就是星期间的 你们这儿没有 我们教会很多教会都有插花 那么插花放在这里很漂亮 现在台湾的花 这个很棒 不但漂亮 而且可以存得久 你把那个星期天插完的花 不用了吗 拿回家 插在花瓶里面 浇水 它还能继续开 哇 它继续开 继续长 继续的 很漂亮 但它会死 它本身没有生命 它不管是还有一天的生命 或者有一个礼拜的生命 它一定会死 这就是有限 我们要结果子 枝子一定要连于葡萄树 好 这是比喻 我们就要把这比喻弄清楚 我们不是枝子 耶稣也不是葡萄树 当他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的时候 我们除了知道 再次被提醒 我们本身不能结果子 我们本身没有生命的 但是我们的生命 跟基督连在一起的时候 就能结果子了 那所以重点在 我们怎么叫做跟基督连在一起了 葡萄树 枝子跟树连在一起 能够懂 我们怎么跟基督连在一起呢 跟基督相连 能够想到最好的 就是在圣灵里面 信靠耶稣 你信耶稣 信耶稣 投靠他 依靠他 依赖他 仰望他 不是懒惰 但是的确是一种依靠 我能讲到最简单的 就是这一字眼了 不能讲得更简单了 就是怎么跟主相连 靠着圣灵 凭着信心 怎么会靠着圣灵 凭着信心 接受主的话 就像枝子需要依靠树一样 就让我们常有这种依靠的心 才能结满了仁义的果子 如果要结果子的树 神的做法就是 要把枝子修理干净 使这个树结果子更多 所以我们感谢主了 各位在教会里热心服侍 努力追求的人 就常常要准备继续被上帝鞭打 这样就 神所爱的神就鞭打 好我们看十二节 弟兄们 我愿意你们知道 我所遭遇的事 更是叫福音兴旺 保罗遭遇的事实在就是委屈 保罗遭遇的事就是 他不应该遭遇到的 我想到这个事情 我都觉得 这个人真是太奇怪了 他能够对神有这么大的信心 实在是太稀奇了 他带着许多教会 他花了好多力气 受了好多的侮辱羞愧 毁谤 替耶路撒冷教会 募到了一笔钱 耶路撒冷教会穷 他替他们募到了钱 耶路撒冷教会 对保罗不是很尊敬的 那么因为耶路撒冷教会 犹太教的色彩太重了 对阴性正义道理 就是接受的比较慢一点 但是保罗很爱他们 拼命地找机会 一定要把钱送到他那里去 他带着钱去到耶路撒冷 钱也送给人家了 结果保罗被其他犹太人看到了 引起了暴动 被抓起来了 送到该撒利亚那边去 又被菲利斯这个巡抚耽误了两年 一直在拖 一直在拖 很多人对保罗后来上告该撒不满意 其实保罗上告该撒是对极了 各位这一点也请各位注意 就是该撒是神设立的公权力 在罗马书十三章有讲 这个该撒审判 而且保护他的国民是应当的 基督徒在这些事上 寻求该撒的帮助是对的 保罗在监狱或者是 看起来不能做什么事的时候 他叫福音兴旺 他显然把福音传开了 十三节 以致我受的捆索 在御营全军和其余人中 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 他显然把福音传到了御营全军了 我受的捆索 给我机会 向这些御营全军的 罗马的皇军呢 让他们知道这个被关的人 他们不一定信耶稣了 这是为基督的缘故 也就是他们知道 他不是为了什么叛国啊 造反啊 或者是其他的 他是为了一个奇怪的人 叫耶稣的缘故 基督的缘故 那么对陌生人有福音的果效 我的被关有福音的果效 十四节对其他的弟兄姐妹呢 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 多半因我受的捆索 就笃信不疑 越发放胆的传神的道 无所惧怕 这也很稀奇 当然这个我觉得不只是 有见证的那个人 看到见证的人也要会看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反应 那个 就是火战车那个电影里面 Eric Lidio 还有很多伟大的宣教士 他们有非常美好的见证 Eric Lidio 你们知道就是拿了奥运金牌的那一位 那么他到中国来传福音 后来死在日本战福音里 我看了会为他的 伟大的见证感动 哇 这么有爱心 这么积极 这么信靠上帝 但死的的确是很惨 很多人就看不懂啊 这有什么好 他这么忠于上帝就死掉 而且死得很悲惨 这上帝有什么好信的 各位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我们这些信的人 哎呀 很感动 不信的人 你若是上帝儿子走下来吧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求主打开你的眼睛 让你能够看到 别人不能了解 你能够了解 我的被捆锁这件事 不是我升官 不是我发财 如果我升官发财 然后吹嘘一番 哎呀 耶稣让我成功 耶稣爱我 让我升官发财 那么也许很多人这样信了 但是那个信 有没有得救 我们不知道 保罗是不是 升官也不是发财 我信了耶稣 我侍奉耶稣 结果被冤枉关起来 后来还冤枉了死掉 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真的常常体会上帝的爱 常常体会上帝 借着耶稣所做的美好的事 玉婴君这些人不信主 知道保罗不是坏人 是为了基督被关起来 那在主里的弟兄呢 多半更相信 我们当然相信耶稣更美好 但是我们知道 神在今生分配给我们的恩典 是物质上的美好多还是少 真的不一定 我们求主给我们多 但是不一定的 也许我们贫穷 也许我们可怜 但是你自己不要自卑 你自己要能数算上帝的恩典 保罗让那里的弟兄 越发放胆传神的道 无所惧怕 就是你心里有那种福音的光 那真是外面的世界 怎么样都不能达到你 好保罗很高兴 最坏的情形 十五节 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 也有的是出于好意 这一等是出于爱心 知道我是为辩民福音设立的 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 并不诚实 意思要加征我捆索的苦楚 这有何妨呢 或是假意 或是真心 无论怎样 基督究竟被传开了 为此我就欢喜 并且还要欢喜 好 这好像是最坏的情形 有人在保罗被关的时候 显然是针对保罗 有人去传福音了 有人越发放胆地传神的道 在这些传神的道里面 有人真是出于好意 出于爱心 我们要继续做保罗的工作 做神的工作 我们出于爱心 要把上帝的好处 跟人分享 这个 我要使人同德福音的好处 各位 任何东西 物质的东西 不管多么好 你分给 你本来独享的 你分给一个人 就少了一些 分给两个人 少了就更多 世界上的东西 物质上的东西 不管多好 分出去就少了 属灵的是 越分越多的 神会祝福的 那么 保罗 他带来了很多的祝福 但是有人 在保罗被关了以后 出于嫉妒纷争 出来传福音 是要结党 不诚实 就是有人 会用最好的事 就是传福音 来 做嫉妒纷争 毁谤的工具 这叫人很难过 但在教会里 有没有这种事 有啊 在神学院里面 有没有这种事 有啊 我们会用很多的 借口 来 淹视 我们的私欲 不要在意 不管是 怎么样的假意 或者不管 不管怎么样 真心 基督被传开 就好了 他在最不好的 一个状况下 他还是能想出 叫他高兴的 虽然很多传的人 心术不正 但是是基督被传开了 很好 在有一种情 不是有人恨保罗 要伤害保罗 他们可能很热心 他们可能很诚实 但是他们 传的不是基督 那就麻烦了 那就是加拉太书的情形 我读给你听 一章六节 我吸气你们 这么快 离开那借着 基督之恩 召你们的 去从别的福音 那并不是福音 不过有些人 搅扰 搅扰你们 要把基督的福音 更改了 但无论是我们 是天上的使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的 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哇 保罗咒诅人 然后再讲一遍 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 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 他就应该被咒诅 因为有人 善改基督的福音 那不是福音啊 基督的福音是 神为我们做了 多伟大的事 善改了 可能是出于好意 我们除了耶稣基督的 救恩以外 还是需要自己 有点努力 还是需要自己 有点成就 这样是 我们配合一下 神做95% 基督做95% 我们做5% 各位我们0%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但是我们也做100% 就基督都在我们身上做 这我们在菲律比书 后面也会看到 我的意思就是说 神的仆人 依靠上帝 完全依靠上帝 安息在主里 完全安息在主里 但是不是懒惰的 我们积极的传扬福音 即使别的传福音的人 动机不好 是要为了牟利 赚钱伤害我 只要他传的还是福音 我都还阿门 但是如果传的不是福音 那这个人该被咒诅 这就是像梅臣啊 一些护教勇士 心痛的地方 很多人说 他们没有爱心 不包容 不接纳 其实不是这样的心 福音被更改了 这是不可以的事 这是不能容忍的事 传福音的人 或是假意 或是真心 只要他真的传福音 还可以容忍 如果你 真诚的在传 传的却不是福音 那不可以 基督究竟被传开了 我很欢喜 还要欢喜 第十九节 因为我知道 菲律比书一章十九节 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 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 终必叫我得救 好 保罗知道 这事是什么事呢 这事呢 应该就是 忠必叫我得救 这事呢 就是保罗 说大一点的话 就是保罗一生 侍奉上帝的这件事 会有一个善忠 会从各样的魔鬼的攻击中 被救出来 我知道 我侍奉上帝 最后是得胜的 我能够得救 能够得胜 借着两件事 你们的祈祷 各位 再一再地提醒一下 这个祈祷 为我们的传道人祷告 实在太重要了 为他们祷告 太重要了 你为他们祷告 好叫他能够好好牧养你们 为他们祷告 尊敬他 顺服他 好叫他能够 善用权柄来 让你们走在真理当中 借着你们的祈祷 借着耶稣之灵的帮助 终必叫我克服人间的一切困难 不仅是在这次被罗马人囚禁的冤枉 能够得以伸张 而且我一定能到主那里去 这个得救 未必是讲到说 他将来在罗马的监狱里面 能够得到伸冤 这个得救 可以说我们死掉了 这很矛盾的 死掉了 甚至被冤枉杀掉了 我们仍然说我们是得救的 我们仍然说我们是得胜的 只是那需要用信心的眼睛来看 求主帮助我们 二十节 照着我所切勿 所盼望的 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 只要凡事放胆 无论是生是死 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我所盼望 我所切勿的 都能够实现 就不会羞愧了 我们盼望我们切勿的 如果没有实现 就会让我们羞愧 主的应许 样样都会实现 即便我们死了 即便我们在监狱里面 即便我们 有生之年 看不到自己得到伸冤 在主里面 主都不会亏待我们 你要有信心 这是保罗对 哥林多教会讲的吧 原来我们不是盼望 所见的 乃是盼望所不见的 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我们现在盼望 都是所见的 我盼望 有那个房子 那是看得见的 看不见的盼望 那是上帝 那是上帝的应许 如果你觉得这个太抽象了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我觉得我们的信仰 非常的实际 求主帮助我们 各位 保罗所切勿 所盼望的 没有一件叫他羞愧 他如果是盼望所见的 在世上飞黄腾达 会叫他羞愧 他如果盼望主 盼望主的十字架 就不会叫他羞愧 因为每件都在主的旨意中 各位 这不是阿Q 这不是吃不到葡萄说 葡萄酸 我们心里有圣灵 给我们的确据 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的 总教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大 基督怎么在我们身上显大 未必是我们 行了神迹歧视 未必是我们当选了什么 诺贝尔奖的得主等等 未必是这些 世界上觉得了不起的事 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大 是基督显大 他必兴旺 我必衰尾 好 二十一节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这一句话呢 又引起一些误解 可能最好的解释是 我活着就是靠基督而活 我活着就是为基督而活 这两个都很重要 我是觉得第一个更重要 我活着是靠着基督 也就是 怎么讲呢 各位我活着 靠着新鲜的空气 没有空气我会死 靠着雨水 没有水我会死 我活着靠着 我的心脏 血压 器官的正常 否则我会死 我活着是靠这些 但是我能够有好的心脏 好的血压 我能够吃这个喝这个 我能够有空气呼吸 这些都在神的手里 所以我们求主 让我们诚实的说 我活着是靠着上帝 我们承认 千千万万 根本不信耶稣人 不认识上帝人 他们会说 我根本没有靠耶稣 也没有信耶稣 我根本不承认有这个 我活着就是我自己的心脏 让我自己肺 我活着就是 这个世界自然就有空气给我 自然就有阳光空气雨水 客观需要东西 和我的器官都很好 这不需要靠任何人 我承认我也没有办法反驳 那我会说 我会有这个信念 如果我可能 他愿意听我也会跟他讲 你的心脏能够正常运作 你有阳光空气雨水 都是这位上帝 赐恩给你的 每秒钟他拖住万有 他不拖住 你下一秒钟就不能呼吸 他不拖住 下一秒钟就没有空气 他不拖住 下一秒钟你心脏就不能运作 你不知道 我知道 我不是凭科学知道 我凭上帝的话知道 整个宇宙大事小事 每件事都是神拖住的 我们基督徒跟无神论不一样的 不是他们没有蒙恩 我们蒙恩 我们都蒙恩了 我们基督徒跟无神论或者异教徒不一样的事 我们会感恩 我们会承认 我们蒙了上帝的力 完全是 他们不会承认 就我们都蒙恩了 但是我们承认 因着神的怜悯 我们承认这是出自上帝的 他们不会 就是同我们和他们都是罪人一样 不是我们基督徒不犯罪 他们犯罪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不同的是 我们会认罪 他们不认罪 我们会向上帝认罪 会说我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 他们不会 他们会说 这是基因 这是环境 这不算什么 那么 我活着就是基督 就是我在上帝的脸色下知道 我活着是靠基督而活 我再一次说 不信主的人 他们完全没有信靠耶稣 他们正正有词说 我不需要耶稣 太多人可以这样说 太多人可以说 我咒诅耶稣也没事 我们承认 我们承认 我们只能越发稀奇 上帝对罪人的容忍 我们说 他活着也是基督的怜悯 但是我们活着 使基督的怜悯不只是 而且我们承认 我们感谢 我们继续存依靠的心 我们活着就是靠着基督而活 另外我们活着就是为基督而活 靠着基督 是by 为着基督 为他 华人教会很容易也很喜欢讲 我活着是为主而活 为基督而活 因为我们华人教会都是 都是伟大型的 都是要讲宏大故事的 都是要说 抛头颅 撒月 热血 为了主 撇弃一切 跟随主 就是我们喜欢讲这些 没有不好 但是我觉得总是错过了一个东西 各位 这么多的宣教士 这么多基督徒 这么多教会 这么千千万万 可根可弃的建政 这些为主而活 为主做的这些伟大的事情 怎么能跟主为我们做的事比呢 主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 我们能够做千千万万 意义照照见伟大的事 是主为我们成就 所以我们固然需要为主而活 但是那是因为主为我们做的 我们能够为主而活 是因为我们靠主而活 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我如今在主里面活着 是因为信他而活 我活着就是基督 就是我是为着基督而活的 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是靠着基督而活的 靠着基督是基础 为着基督是成果 活着是靠着基督 活着是为着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这句话是很真实的在讲 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也就是离世建筑是好得无比的 我们的确相信 这是保罗在第二十三节讲的 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各位为什么你能这样说 因为你在你的生活中 不管多么的痛苦艰难 不如意 你自己也有很多失败 你需要有一点经历 你经历主同在的美好 这个不要把它想成神秘主义 我在什么地方有三成天的经历 或者我在什么地方 主跟我同行了多久 他扶着我等等 我不太喜欢讲到这种特殊的经历 我讲的是一个普遍的 基督徒应该都有的 不必神奇 也不必说什么有什么特别 就是你知道在世跟主同在 同行同心同工 是多么喜乐的一件事 是多么丰富的一件事 不一定说得出来 但是回想的时候 哎呦我的婚姻 主多少次扶着我 哎呦我在主学交小朋友 主跟我一起同工多少次 当然也都受过挫折 但是你能够的确能够说 哎呦跟主同在同行 同工同心 实在是很好 有点像使徒们被打了 圣经上说他们好快乐的回去 因为配为这个民受羞辱 就是我们经过一些 我们有经历过 我们知道什么叫在地如同在天 虽然不是很长 但是我们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真知道 跟主在一起是美好的 我们就会说 的确离世建筑好的无比 但是我们不会 一般正常的行动 我们不会求死 因为死也是一个咒诅 只是因为神的恩典 把这个最大的咒诅 也变成一个最大的祝福 我们经过死 我们可以有一个完全 我们就很羡慕或者我们就不怕死 我死了是更好 对我更有益处 我就不会再犯罪了 这注意保罗讲的稀奇的地方 但我在肉生活着 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 我就不知道 该挑选什么 保罗这样说是根据什么 他的在肉生活着有什么 有什么好处 这是了不起了 去天上是更好的 但他愿意活在地上 不是贪生怕死 是对你们有益处 如果神要我继续活着 成就我功夫的果子 我就不知道要选什么 他功夫的果子 就是希望多些果子啊 然后就是 在就是第25节的下半句 且与你们众人同住 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 又长尽又喜乐 我活着 如果能够叫你们在 信主的道上 长尽喜乐 也就是 如果就我个人而言 我现在到主那里 是最好的 但是 就我对你们的好处而言 我留下来 对你们真是好 所以 我还可以活下去 留下去 因为对你们有益 这真是了不起啊 他不在两个坏的里面 选哪一个 比较好 他在两个好的里面 选一个更好的 对不对 就是 生和死 不是一好一坏的选择 也不是两个坏的里面 选哪一个 生和死 对他都好 这就是自由 这就不被捆绑 这就是在地如在天 这就是圣徒能够 在世上生活的 很好的地方 当然我们很难了 这需要很多的 神给我们的操练 但是保罗是这样的 我们看一段 其他地方的经文 我们也对比的来看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第一节 我们原知道 我们这地上的帐篷 若拆毁了 必得神所造 不是人手所造 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 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 好像穿上衣服 倘若穿上 被遇见的时候 就不至于赤身了 我们在这帐篷里 叹息劳苦 并非愿意脱下这个 乃是愿意穿上那个 好叫这必死的 被生命吞灭了 第八节 我们坦然无惧 是更愿意离开身体 与主同住 这个帐篷就是我的肉体 我在这个臭皮囊里面 我们在世上活着 叹息啊 辛苦啊 这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一样 人活着是很累的 很辛苦的 那我们因为是属神的人 我们很希望 我们能够进入那种 新天新地里面 那我们现在就在 劳苦叹息 第四节 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肉体中 活着的时候是劳苦叹息 但是 我们并不愿意脱下这个 我们还是想活 即使在肉身叹息的活 我们也还是想活 我们不是愿意脱下这个 我们是愿意穿上那个 也就是我们并不希望离世 但是我们希望建筑 我们并不希望死 但是我们希望过复活的生活 所以 过复活的生活是好的 在地上的生活是辛苦的 但是我们仍然愿意在地上生活 我愿意活下去 肉身即使很辛苦 我辛苦的时候 我能够造就弟兄姐妹 我能够造就人 对人有帮助 我就活下去 对我来讲 活下去是次好的选择 我愿意选择最好的 各位这真是非常的自由啊 非常的美好 这是回到菲利比书 他说这是好得无比的 他觉得生死 对他来讲是两难了 那我们闭着眼睛都会想 我当然要活下去了 保罗也是要活下去 但是经过这么多的思考 这么多的思辨 他说 但是我们如果要效法 我们也要继续活下去的话 求主帮助了 使你们在所幸的道上 又长进又喜乐 菲利比书一章二十五节 我们求主帮助 当然我们也很现实的知道 我们衰老 慢慢就要退下来了 我衰老了 没有以前有体力了 没有以前有脑力了 那么迟早要完全退下来 完全退下来 迟早有一天会死 但是活着的时候 求主还是帮助我们 使别人能够长进喜乐 就是连生死这么大的事 还是走十字架道路 我喜欢跟主在一起 但是为这 背十字架 为你们的好 我选择赐好的 这是自由 第二十六节 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 你看又是这个 在基督里 在基督耶稣里 因为我再到你们那里去 就越发加增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 与基督的福音相胜 福音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没有做任何事 让我们能够得到上帝 给我们的好处 但是如果我们得到了上帝 给我们的好处 我们就应该要有改变 很简单 你不是因为够好了 得到上帝的恩典 你是得到了上帝恩典 你就能越来越好 总是恩典在前面 恩典推动我们 如果既得不是我们的行为 换取恩典 而是恩典使我们的行为好 那么这就不会错误了 次序错了 那就大错了 我们行事为人 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我们从来不配得到任何好处 永生的好处 我们都应该灭亡的 但是我们得到了永生的好处以后 我们行事为人教友 使我们得到永生好处的福音 相称了我们是重生得救的 然后这要显得出来的 我不管是再见你们 不见你们可以听到你们的情况 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 站立得稳 保罗希望教会的状况是 大家同有一个心志 我们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负担 不同的重担 但是有同样一个心志 就是福音传开 要站得稳 风吹雨打 我们不要动摇 我们怎么能够不动摇 很有意思 没有别的秘诀 你就是继续去做 继续去做 凡听见我的话 就去行的 就像一个人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你越是去行 就越稳固 你越不行 就越不稳固 那么我们一起为福音努力 神给我们福音 但是要传开 需要神给我们努力 需要经历很多的艰难 这也都是他的恩典 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 不要怕敌人 他们对我们的任何的恐吓 惊吓 他们像吼叫的狮子 他们叫得再大声 他们是沉沦的 这证明他们沉沦 你们得救 都是出于神 加勒泰书有说 保罗说 在创世纪的时候 鼠血气的 逼迫了鼠灵的 现在也是这样 我不敢说一定是可以这样应用 不过通常应该可以这样应用 就是教会里面 如果有人在逼迫别人 通常这些人是错的 我不是说受逼迫的都是对的 逼迫的都是错的 有的时候受逼迫的确是异端 我们需要制裁他 但是这里 这里讲的就更清楚了 如果有一方面讲惊吓人的话 那显出他是沉沦的 凡事不要怕敌人的惊吓 我们不怕敌人的惊吓 那恐怕也表示 我们不惊吓别人 我们可以夸我们的主 像大卫一样 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 他一点都不怕 你杀我靠刀枪 靠铜鸡 我来攻打你 靠万君子耶和华 我觉得哥利亚 对大卫是惊吓的 大卫对哥利亚 是没有惊吓 但是很笃定 我们不要怕敌人的惊吓 不要怕 这恐怕很难 你看门徒也会害怕 我们是人啊 我们活在世上 怎么可能不害怕呢 但是耶稣也真的责备 那个在大风大浪的晚上 门徒吓死了 夫子我们上命了 耶稣斥责了风和海 耶稣先把风和海骂了一顿 吵什么 然后把门徒骂了一顿 怕什么 骂海和风 我们很奇怪 各位你骂过台风吗 你骂过地震吗 他们没有意识 有什么好骂的 他们虽然没有意识 可是耶稣斥责风和海 旧约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形 耶稣斥责风和海 诗篇有这样的句子 好像有的时候邪灵 会用自然界的力量 来威胁到神的儿女 所以神好像会斥责风和海 那为什么斥责门徒呢 各位 我们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恩典 这些门徒看过很多次神迹了 他们应该知道 每一次的神迹都应该增加你的信心 你在属灵的生活中 我劝各位要长进 我常常讲 如果你说我跟去年一样 就是退步了 我跟刚刚信主的时候一样 就退步了 信如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 好 我们这一堂先讲到这里